究竟我们教会如何看同性恋的问题 弟兄姊妹,不要忘记 无论是同性恋 无论是吸毒 无论是 倒人 其实我们是一视同人 所有罪行 没有分大小 这段短片早前在网上被流传 内容提及有关 林义洛牧师讲及同性恋的问题 有人批评林牧师 不应该针对同性恋 但林牧师说 其实他想表达的意思正正相反 有些热心人 把我的广道45分钟 剪了5分多钟 其实广道主要内容是讲罗德 即是创实的罗德 要逃离索多玛黄摩拉 那段经文 既然提到索多玛黄摩拉 我就顺便 我要讲讲关于同性恋的 我们教会的立场 但是我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跟我突然间说 不要歧视同性恋者 这就是我最主要的目的 但是第二我又要提到 在教会我们今天所信的信仰里面 同性恋行为是不合乎圣经 甚至乎我们可以严重点说是罪 而这个罪和其他罪都是罪 所以就不要突显了 同性恋这个罪去看待 我最主要的目的目的就是这样 但很多人都会有疑问 两个人既然真心相爱 为什么因为是同性恋 就说同性恋者有罪呢 原本上帝的创造 他整个言论是根据创造论的 上帝创造是一男一女 一夫一妻 第二是男女结构不一样的 而男女和女根本就不是自然的 一种性恋为了 保罗是从这个角度说的 如果这样的时候 是你当把上帝的创造 摆错了位置 我们的定义就是罪 但是圣经记载 大卫说若拿丹对他的爱 超过妇女的爱 又说他们的爱情奇妙非常 难道圣经自相矛盾吗 这个我相信都是与识经最常引用的一段经文 第一请留意 如果只有一段经文去支持一个讲法 而这个讲法竟然是要与 我们最多经文所支持的讲法相反的呢 需要留意这件事 在识经上面是不可能接受的 即是我找到一节 而这个讲法与我们整本圣经 大体上的讲法是相违背的 接着我说圣经是这样的 不是你们所说的 这个就是将整本圣经放在一边 抽了一节来支持你的讲法 这本圣经是不能用的 第二就是 你看到今天我们带了有色眼镜 去看大卫童的那单 男性和男性真的可以有这种情意 而大家不是恋慕对方 即不是情侣那种 有信徒就认为 既然提及同性恋的课题会引起人反感 不如避而不谈 但林尔洛牧斯并不认同 他认为我们要表达自己的看法 亦都要彼此尊重 我们应该表达我们的看法 你接受一回事 我们的看法真的是这样的 而我们对同性恋者 是没有歧视 没有仇恨 我们没有敌对 没有 即是价值观不一样 如果价值观不一样的话 仍然可以坐下做朋友 不会因为价值观不一样 即是等于你吃烟我不吃烟 如果我接受到你吃烟的话 你喷出烟我定得顺的话 我仍然可以坐下聊天 仍然可以做朋友 但到一会儿 如果你尊重我的朋友 你认为我顶不住吃二手烟 你不会当面在那里噴二手烟 你会走出去吃烟 才进来跟我聊天 这就叫彼此尊重 若果在你身边都有同性恋者 你仍然可以向他们 分享上帝的爱 将关怀戴给他们 不要因为这样 而成为难阻你传福音的理由 若果你想对这个课题 有多一些了解 可以打来人生热线8100-8012